第104章 一心安处 树下有些吃剩的鸡骨头 宁却看着那些鸡骨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大黑马有些不安的打了个鼻响 回首望向那个木屋情绪有些不安 宁却忽然转身牵着他重新走到木屋前推门而入 屋内依然一片黑暗 没有一丝灯光空荡荡的 没有人 宁却松开江省 走到窗边 放向雪海 桌上那盏油灯亮着 桑桑静静地看着他 他还是看不到桑桑 但他知道桑桑就在这里 所以他开始说话 龙庆死了 他停顿了会儿继续说道 在燕北我杀了他 我也没想到 这件事情会这么简单地结束 在我原先的安排里 我准备把他废掉 然后把他关进魔宗山门 让他永世不得解脱 就像小师叔当初对连生那样 但后来一想 这其实很没有道理 他并没有太得罪我 除了当年 对你的态度有些糟糕 而且曾经试图用你来威胁我 而且那些 都没有变成现实 连生杀死了笑笑 而他没有伤害过你 我的反应有些过于激烈了 宁却转身 望向黑暗的房间说道 从在那棵没有树皮的桑树旁捡到你 我这辈子最激烈的情绪 都是因你而起 最开始的时候 杀爷爷 然后到龙庆 想起来 最开始进魏城的时候 我为你打过好几场价 桑桑和他隔得极近 如果没有那道屏障 或许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听着他的话 他的神情依然冷漠 睫毛却缓缓落下 似有些疲惫 我去了浪科寺 刻了很多石像 你的像 宁却从怀中取出石像 搁到窗前的桌上 说道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那年生病的你在禅院里说的那些话 但 我记得 桑桑望向桌上 看着侧卧静眠的自己 眼中流露出好奇的神情 当然 我最先去的魏城 我总以为 那里对你我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你可能会待在那里 可惜 没有找到你 唉 我在那里 杀了很多人 宁却忽然停止了 述说 沉默了很长时间后说 我不想说了 痛哭一场 捅自己一刀 逼你出来 那没意思 反正 我来了 他看着身前空无一物的黑夜说 你出来 没有煽情 不需要追忆 只是平静的要求 就像过去很多年那样 你给我端茶 你给我倒水 你把脚搁到我怀里 让我好好地摸亮吧 安静的木屋里 响起一声轻不可闻的声音 仿佛最薄的纸 被最锋利的刀割开 又像是最脆的玻璃 从高空落到地面 碎了 然后开了 昏暗的光线 渐渐弥漫整个空间 从一丝直至万缕 最终照亮整间木屋 照亮了桌上侧卧的石像 照亮了宁却的脸 也映出了 他的身影 宁却看着久别的他 看着他臃肿的腰身 看着他身上简陋的瘦皮衣裳 莫名心酸起来 上前把他拥进怀里 紧紧地抱着 桑桑面无表情 任由他抱着 仰着头 显得极高傲 当然 也可以说 是木讷 放手 他说道 轻尸从角落里奔出来 前肢低伏 坐视欲扑 发出威胁的低笑 大黑马居高临下盯着他 眼神暴力意思清楚 轻尸迅速收敛声音 变得老是乖巧起来 宁却抱着桑桑 头埋在他的镜间 声音有些嗡 有些含魂 却极清楚 含魂是音调 清楚是意思 不容质疑 不放 放开 不放 放开 不放 放开 不放 说不放 就不放 大黑马和京师 互视一眼 很懂事地走到角落里 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没听到 宁却就这样 抱着桑桑 仿佛要抱到海枯石烂 天长地久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总之沧海肯定还没有变成桑田 桑桑微微扬起的头 终于落了下来 于是两个人的脸颊 便触到一起 温温的 又过了很长时间 总之 伏饼肯定还没有朽坏成沉 宁却确信 他不会再跑掉 终于松开了双手 又捉住他的右手 牵着桑桑 走到床边坐下 牵着手 并排坐在床边 不是为了等分裹裹 如果桑桑披上霞佩 看着有些像新婚当夜 他们当年 本就是在这里 冻的房 跟我回家 宁却对他说道 桑桑没有回答他 也没有把手 从他的手里抽出来 望着窗外的风雪出神 宁却知道 他没有出神 或者走神 因为他是神 他还在这里 跟我回家 他重复说道 桑桑望向他 面无表情问道 回哪个家 你最早那个家 这一次 轮到宁却沉默了 夫子想要破开我的世界 是基于他那不负责任 对自由的渴望 你如此执着地 想要破开我的世界 就是想要回到那个家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确信 破开我的世界 便能回到你的家乡 宁却握着他的手 紧了紧 想了想后说 其实很早以前 我就猜到了这一点 因为这里 也有满天繁星 老师最后 变成了月亮 桑桑微微挑眉 这能说明什么 他变成月亮 是因为那年 你在海上 对他说过月亮 他觉得月亮很美 仅此而已 有风雪 宁却指着窗外说道 还有这满天繁星 这些都是 没有必要的东西 如果你的世界 是封闭而自成系统的话 更加不需要四季 可这些早都有 你的世界 和我来的那个世界 很像 他收回望向窗外的世界 看着他说 只有一种说法 可以解释 这个世界 还是在我原来熟知的 那个世界里 并且可以相通 至少可以观察 因为只有观察 才能模仿 才能如此的相似 桑桑神情淡默说 可以观察 所以我知道 你那个世界 是什么样的 那是个广阔 而自由的世界 那是冰冷 而死亡的世界 热情的太阳 波洒着生命 无银的宇宙空间 等着被探索 所以那里 是广阔而自由的世界 但绝大部分空间 充斥着绝对的 寒冷和死寂 所以 也是冰冷而死亡的世界 宁缺和桑桑的说法 都没错 因为彼此的立场不同 宁缺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说 人类的命运 最终要由人类自己决定 你没有必要 继续承担这个责任 那样太累 我曾经对你说过 我爱世人 只爱爱我的世人 世人的先祖选择了我 我便要继续承担这个责任 这个讨论没有意义 宁缺很强硬地 终止了这方面的对话 抓着他的双肩说道 你 现在是我的妻子 你现在怀着我的孩子 就应该跟我一起回家 桑桑静静地看着他 看了很长时间说 你就这么想我死 那天 你坐着大船 驶向彼岸的神国 我曾经试着 想要做些什么 但终究什么都没有做 你就应该很清楚 我的态度 但我同样警告过你 我是这个世界的 规则集合体 如果你要毁灭这个世界 我便没有办法 再继续存在下去 以前我也很担心 但现在不 因为神国里还有一个好天 而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人 你不会有事的 桑桑看着他面无表情说道 你怎么证明 宁缺 看着他隆起的腹部说 这 难道还不是证明吗 桑桑站起身来 走到窗边 看着远方不知何处说 心叫在世间传播日久 道门逐渐衰败 我变得越来越虚弱 这又说明什么 这说明 他依然还是好天 可 也有可能 是因为 怀孕的关系 宁缺走到他身后说 怀孕的女人 本来就容易虚弱 你应该还记得 那年在卫城 胖婶怀孕的时候 连骂人都没理解 可你没有办法证明 桑桑转过身来 那么我 还是可能会死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 显得平静 甚至冷漠到了极点 然而 宁缺却在他的眼眸深处 看到了极大的恐惧与哀痛 因为那份恐惧与哀痛 他的心都疼了起来 我真的很怕死 桑桑面无表情说道 从我在神国醒来的那一刻 我就开始害怕会死去 我不想死 他平静地说着 泪水湿了脸庞 桑桑很少流泪 浩天从不流泪 宁缺忘了 自己已经有多少年 没有见过他流泪 或者好些年 或者好几千年 他再次把他抱进怀里 低声说 别怕 没事 我不会让你死的 桑桑还是像先前一样 任由他抱着 双手 双手 他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 都想要杀我 他们想要杀我 你们也想要杀我 我现在可以被杀死 所以我很怕 我很怕 连你 也要杀死我 他的身情平静 却不停地流着泪 奇异地悲伤 不会 宁缺紧紧地抱着他说 如果真的害怕 那就不做了 我们回别的家 不会未成 就回长安 老笔斋的院子还在 那你那个家呢 早就忘了 一心安处 世无乡 哪里能让你心情安宁 哪里便是你的家 桑桑 就是宁缺的家 就像他要去彼岸 却归不得神国 因为他的彼岸 就在宁缺站立的地方 又如何 又在宁缺站立的地方 就像我一样 先来吧